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一家酒店把鸡腿肉做成招牌菜 几块钱的成本 出锅就卖几十元 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酒店的生意呢,全靠它 学会了,就自己在家做班 经济实惠 好吃又健常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班 首先,准备三个鸡大腿 往上面撒一些食盐 一些面粉 均匀地搓一搓 把鸡腿肉上面的污渍给搓下来 这样吃起来会更放心 因为盐呢,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好处 而面粉既有很好的吸附性 给它多搓一会儿 直到最后,感觉到粘手的状态就可以 再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放菜板上 把鸡腿肉给它踢下来 骨头去掉 处理好之后,装入碗中 然后,准备一把小葱 把它拍一拍 这样更能激发出葱的香味 再切成小段 放入鸡腿肉里面 再准备两个生姜 拍碎 放入鸡腿肉里面 加一勺料酒 再带上一次性手套 把葱姜抓揉抓揉 再充分地抓拌均匀 用葱姜 料酒来把鸡腿肉腌制一下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腥 增香 用葱姜来腌制 还能使鸡腿肉更加的鲜嫩 多抓揉一会儿 大约抓拌了四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给它放在一边 腌制着备用 接下来 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胡萝卜 把皮去掉 要是萝卜皮比较光滑的 只要清洗干净就可以 皮去掉之后 切掉头盒味 再切成片 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跟着准备一块豆腐 放入盘中 给它捏碎 尽量捏得碎一点 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将腌制好的鸡腿肉 撇开葱姜 撇开葱姜不要 给它放菜板上 改刀切小 再剁成肉末 剁好之后 装入碗中 跟着准备几头大蒜 给它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切好 放入鸡腿肉里面 然后准备一把小葱 只要葱白部分就可以 给它切碎 放入鸡腿肉里面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盐 一勺胡椒粉 一勺姜粉 一勺鸡精 一勺淀粉 下手抓拌均匀 使鸡腿肉末入味 再把胡萝卜倒进去 豆腐倒进去 继续抓拌均匀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然后取一搓 放手里面捏一捏 再准备新鲜面团 像视频中这样 给它缠绕在丸子上面 可以多缠几根面条 最后再把它捏得紧实一点 这样面条粘得更牢固 不易散开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摆入盘中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油 把银温烧至 放一双筷子 周围可以起小泡泡的情况 说明油的温度就差不多了 再把丸子放进去 轻轻地翻动 防止粘连在一起 全部定型之后 就要不停地翻动了 用中火来炸 把它炸至金黄 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这里呢 大约炸了四分钟左右的时间 捞出来控油 装盘 然后锅中留底油 加一勺番茄酱 两勺白糖 一勺香醋 翻炸 翻炸 翻炸使番茄酱白糖化开 起小泡泡 起小泡泡时 把丸子倒进去 快速翻炒 使丸子都均匀地裹上一层番茄酱汁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盛出来 装盘 这样做出来的鸡腿肉 颜值非常高 外酥里嫩的 酸甜鲜香可口 比吃炸鸡腿还要好吃 里面加了胡萝卜 豆腐 营养更全面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这里在一家酒店 把它做成了一道招牌菜 五块的成本 卖98元 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吃起来很香 出锅呢 家人都非常的喜欢吃 好了 今天的家常菜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 给我点个关注吧 我是小韩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